欧洲佛光山云讲坛 首度是以西班牙语来修持 有三位青年与坛人 透过了佛法正义的篇章 勉励佛光人放下贪嗔痴 实践给的精神 放下不是丢弃而是减轻负担 抛开自我贪嗔痴 感受身心自在 欧洲佛光山云讲坛 解析佛法正义 日前首度与西班牙语 与信众共修 来自马德利佛光青年 以及远在秘鲁的文学教育家 大方分享 三位与坛人透过佛法正义篇章 放下一滴水以及舍得 勉励佛光人遇事不追求表面 而是要检视内心 收获快乐 这两年来南明会随着疫情的发展 而起心动念 今天听到犯下 我感受到自己很有福报 能够听闻到新云大师的佛法 希望佛教在西班牙未来 能够本土化 看见年轻人深刻的思想 与对佛法的传承 更是横跨语言 展现人间佛教本土化特性 学习佛陀智慧法义 简谈不一样的生活感想 让心灵更加不足 这位是综合报道